这些粪便化石呢,我们的研究对象它主要是来自于蒙古西部的一个盆地 大家放心,这些化石是来自于1.3亿年前的,所以没有味道 我们的研究有七个标本,七个化石 它是唯一最小的,也是中生代第二个发现的螺旋转的粪便化石 前面这一个六个分辨化石的来源可能是从巡形木科鱼类的造成的 而这个小的呢,通过西地复原的时候呢,发现它有一个微矿骨 有可能来自于这个叉林鱼木的一种鱼类